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剧场北方菜 大厨说菜咀嚼北方饮食文化的转变 大厨说菜咀嚼北方饮食文化的转变 那么主要就是这个 有一个师傅专门来做北方菜 然后呢有饮食的专家 叫岳嘉庆岳老师 他顺便把这个 跟这个菜啊 就把这个菜的故事啊 典故啊 还有做法等等啊 交代的这个很清楚 所以呢 吃东西啊 我一直是觉得了 除了这个 看热闹 也要吃出门道 吃其然啊 要吃其所以然 很多这个 现在当然了 很多人这个吃东西啊 因为这个 网络科技的发达啊 吃东西啊 拍照打卡 上传PO文等等啊 拍菜也拍餐厅 但是大家啊 都是拍那种什么 拍那个好看的 美美的 但是呢 拍完了以后 你知不知道那个菜 到底怎么来的 然后呢 那个美味的密码 关键的秘诀在哪里 而且现在很多人啊 都关心的这种 所谓的西方的菜肴 这个中菜啊 中华料理啊 中华料理啊 这个关心的越来越少 要知道中华料理啊 这个不只是八大菜系了 到后期啊 就衍生出来 十二十六 二十几菜系啊 因为 每一个主菜系啊 里面还有很多小的 你光是一个广东啊 可能就有五六个地方 光是一个江浙啊 里面熬到更多了 所以啊 我其实我个人啊 我个人是有这个 餐桌上的 民族主义的这个 这个偏见了 我觉得全世界啊 最美味的菜 最难做的菜 最讲究的菜 就是中华料理 所以今天有这本书啊 叫厨师剧场 北方菜 我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啊 在台北啊 越来 台湾越来越 越难吃到 所谓的北方菜 什么叫北方菜 当然所有的菜啊 包括台湾菜 都受到中国菜的影响 那北方菜是什么 北方菜 我们大约的涵盖了 山东 就是所谓的卤菜了 河南 河北 那当然了 如果讲城市地区的话 当然就包括了北京 天津 陕西等等啊 可是在台湾 现在你除了吃到一些面食以外 真正的北方菜 其实啊 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有这本书 我觉得有个好处 为什么 第一个 透过老师的叙述 大家可以认识 北方菜是什么 第二个 透过大厨的这个饰作 里面还有分享食谱 也可以让对北方菜 还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家做 甚至有兴趣的人 你想要开个馆子 参考参考了解一下 里面弄个一两道 三五道 十几道都行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 请到了这些 厨师剧场北方菜的老师 撰文者 岳嘉青 岳老师 到咱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 咱们就聊北方菜 老师在我们现场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对不对 我刚讲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一针见血了 今天主角其实应该是 我们的作者 郭师傅 但是因为他忙 他没办法来 那我是负责把他的菜 给 就说怎么样把它 爬书整理 然后再加上您自己的研究 对不对 对 因为最主要就是 像你刚刚有提到 我们现在年轻人 他会吃日本料理 他会吃韩国菜 可是他到了 我们中国菜的馆子里面 他到北方馆子 给你叫川菜 到川菜馆子 给你叫江浙菜 那怎么会做得好呢 对 不过这个好多事情了 一方面也是因为 咱们厨师 中菜的厨师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不只是中菜厨师 因为很多都从小就入行了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文笔 或叙述的时候 他们会做 然后做得很好 但是不容易去整理出一套系统 然后来跟后面分享 所以我需要一些文字工作者 像老师这样 然后饮食文化研究者 去帮忙去爬书去整理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跟西餐 很大一个区别 中餐师傅善于做 都在幕后 西餐师傅他非常擅长的讲 他很会让你说的 还很会演 还很会演 没错 这个就他很善于肢体表现 这样 那我们中餐师傅 每一样记忆 其实都很惊人 都让西方师傅 一看了切豆腐 吓得要死 那个豆腐放在手里都碎了 他怎么能切成丝一样 对 可是不会讲 就很可惜嘛 太可惜了 我希望透过这本书 我们做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剧场 未来有川菜 有江泽菜 也有台湾菜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来龙去脉 说清楚 在吃的时候 另外一种享受 那为什么叫剧场 剧场其实 就是一个舞台 对 让师傅来演 对 有个舞台发挥 对 大概最主要也是讲 那我的男主角 就是我的作者 然后我的演员 就是那所有的菜 演员是菜 演员是所有的 所以师傅是导演了 编剧 我编剧或导演 但是制作人就出版公司了 制作人出版公司 对对对对 您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您好像一直都在台中 中部地区 那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 就是菜安的行业 那比较喜欢追根究底 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很跟中国大陆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承接的是中国大陆49年来之后 再早就不用讲了 可是我们又接触到最早接触到国外的一些西餐 那中餐在台湾就变得说他很混杂 很混杂 那我们这次合作这个师傅是承接到大陆来的师傅 又有国际官的一个师傅 常出去比赛 对对对我们常带着他们出去比赛 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才就是要把这个中国菜把它说清楚 倒明白 这样子 而不是因为常常中国大陆现在太多人来了 来说你这不是我们上海菜 你这不是我们川菜 我说我说你川菜水煮鱼 水煮鱼 那不油死了 我们吓都吓死了 那我们在台湾卖的是台湾人 可是你可以改 但是它的基本的元素 你不能变 不能变你还有的还是要有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它来龙去卖 吃的价值是在这里 很多大陆朋友来到咱们台湾 说咱们的菜不地道 对 那其实也不是不地道 只是因为这饮食啊 你还得在地化 你毕竟还是要做生意嘛 还是要迎合在地人的口味 但是刚刚老师讲 又老师讲的是说 它的本质不能变 基本元素不能变 它可以浓可以淡 但基本的胃型不能变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道理了 那么北方菜 什么叫北方菜 北方菜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河南人 但是我是在台湾生的 那家里面我兄弟姐妹 我们不会讲国语 我们讲河南话 小时候讲河南话 一直到现在我们兄弟姐妹 只能讲河南话 真的假的 跟爸妈 然后一出来我们可以马上转音 我跟你讲话马上改国语 跟台湾人马上改台湾话 但是我因为从小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跟爸妈 是会讲河南话 河南话我真真没听过 就湖南话 四川话 上海话 山东话 我们多多少少知道 这个是山东 河南是什么 北方老土嘛 你讲 你有河南话讲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岳家晴 河南人 其实听得懂吗 对 他跟北方还是 河南的普通话 很土的我也听不懂 河南 河南 河南是中原的 中原 中原 最早 少林啊 而且所有的汉就从这出来的 对不对 是没错 少林寺也在那 所以我们北方人是就等于说比较老土一点 所以说你常常听大陆的那个北方河南来讲 中 他最喜欢讲中 这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 OK 中 中 所以他是成的 就是可以 这个可以 他是很好的一个代表字 我第一次到河南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怎么满街的人都在 中 跟你小时候没讲 没有 我们小时候没有讲 因为这个是很土了 这可能就很土地道的河南话 还有口语了 口语话 就是那个地方的口语话 这样子 那跟我们家讲的 刚刚讲的就是 其实我们这是河南国语 就是他大概都可以听得懂 这样子 跟山东 跟河北 其实很近 很近 山东河北 对 就是这个在我们台湾来讲是大老乡 就是基本上都吃面食 山东河北河南 这样子 吃面食 喜欢包子饼 有饭 那是放到最后面 第一个放的就是饺子 舒服没过饺子 好着没过饺子 这样有的饺子就不要饼了 有的饼就不要饭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排序 是这样 真的 可是这 虽然他涵盖面 大概包括了山东河南等等 但是整整个的这个 还是会有不一样 对不对 还是有各自的风味特色 对 因为物产不一样 对 这句话就是主持人说到的 我们每个菜系在分 就是因为他地方上的这种产物 这个是百分之三百分之九十 就是很重很重 那这样很多 北方菜里面很多用的大白菜 为什么 他没有别的菜 以前没有大棚 长不出来 长不出来 只有马铃薯 就叫土豆 大白菜 萝卜 就这些菜 夏天很短 所以他大白菜就用了很多 一直到东北 他只能腌白菜 北方也腌白 要过冬 他没有蔬菜吃 这样子 所以这个处置法 对他们来讲 发酵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对 那没有办法 那是生活性 就跟腌肉一样 道理一样 所以他们跟产物有关 可是产物呢 跟阳光雨水土地又有关 对 对不对 因为你的地质 地形气候就是那个样子 对 所以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所谓的风土 对 风土延伸出来菜系 然后菜系才有不同的特色 对不对 这才是 其实菜系就是这样子的说法 对 北方菜 对 那北方菜啊 其实涵盖了哪些地方 还有北方菜 为什么会日渐的凋理没落 大家要知道 不是只有山东菜啊 真正在台北 台湾啊 你要吃到地道的北京菜 也少 金菜之源 金菜之手 可是卤菜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 带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啊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贵宾啊 来宾是岳嘉青岳老师 为什么找他来 因为最近啊 他跟这个锅主厨啊 合力出了一本新书 橘子文化出版 叫厨师剧场 北方菜 由大厨来说菜 然后呢 这个岳老师啊 来撰文 那他不是只写一本食谱啊 重点是什么 重点他把这个菜的故事 典故 出处啊 爬书整理 融会贯通以后 所以让你知道 我一直在讲的是 你就是吃其然 也要吃其所以然 你不要吃吃 这为什么好吃 你要讲个道理嘛 你不是说这个好吃好吃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年轻人啊 吃了石头都还说入口即化 我觉得这个有点莫名其妙 你知道 就是你要不然就说 要不然就弹牙 你什么动作都弹牙 你吃硬的也说入口即化 吃软的也入口即化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这很Q刃 弹牙弹牙弹牙 为什么就没有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研究 你没有那个底气 你知道 所以今天呢 这个这个岳老师啊 他跟出版社合作 他大概会找了很多 不同菜系的这些 一方的这个知名的大厨啊 由他们来来做菜 那老师从旁啊 去合作 然后然后把这个菜啊 拍下来 做出来 做出来 拍下来 写下来 然后呢 再 再把很多周边的资料 一起 我觉得就是说 吃不吃一回事啊 你好歹知道 老祖宗啊 给咱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了 我们继续跟老师聊 上个阶段我们聊到了 北方菜 金菜的 的爸爸 是卤菜 对吧 没有开玩笑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到台湾 现在不要说卤菜少了 连北京菜也少了 到底什么原因 整个北方菜都少 什么原因 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 鸭子现在大家吃 对 大家心思烤鸭 对 可是除了烤鸭之外 那你规规矩绝 北方不是只有烤鸭 就是啊 他有很多菜啊 对 面室也做得很好 对 对不对 那我常去 那个北方馆子里面 我们去北方馆子里面 都会叫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菜 拌白菜心 最简单的嘛 好吃 对啊 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 那个味道跟菜是分开的 嗯 他现在什么东西都太快 哎 那白菜心你不入味 你就慢一慢 你就这样出来了 对 那我们就觉得说 而且而且他醋也没真发酵 就直接 直接就淋了醋就出去了 就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就是因为快嘛 那什么东西都快嘛 那有东西 有东西 他真的要有那个耐心 要那个做法 而且白菜心 我们以前在北方馆子 他是个敬宅 嗯 他是客人来的 熟客人来的 像你来了 嗯 常来的 他是一来就说 哎 我敬你一道小菜 就跟凤茶一样 对 这个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意味 嗯 现在全没了 嗯 没了 北方馆那种豪迈那种 那种豪爽代客那种 那就没了 嗯 然后白菜心拌的是 就是分开 嗯 前一阵子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菜 为了这个书 我们又做了两个示范菜 一个就是拌折皮 一个就是那个锅他豆腐 嗯 嗯 呃锅他豆腐连现在一些北方馆的老板跟师傅 四岁以下的没听过他不知道 你讲到锅他锅他锅他来你大概讲一下锅他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他一下 这个卤菜嘛 他就是他一下 嗯 他很重要是在北方菜里面 他这个菜系别的不做 嗯 他把原物料豆腐也好鱼也好 他一定要沾粉 沾浆 定型炸完定型的时候 再回烧让他软 我书里面就有这个故事 是为什么会这样 啊 山东在哪一个省 他是这样子传 你就直接讲了吧 你是摆明了咱们是买书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这个就是说 他他字 就是说这个做法 他为什么会去造成这样子一个情形 效果 我们中国菜里面很多都是 其实是一个无心逼出来的 嗯 是这样子 也就是他的一个厨娘 嗯 就是一个有钱人的厨娘 他回来了 要吃 要吃鱼 结果那个厨娘 他的鱼 嗯 烧得好像不太 火候不太够 嗯 那那个 当然那个大老板生气了 就说你这个鱼烧成这样 回去再弄一下 那个那个厨娘想到我们 他那个乡下 做法 嗯 就把那个烧好的鱼 他再塌一下 否则来不及了 他再塌一下 嗯 回烧了一下 回烧 味道也进去了 嗯 然后又更好吃 那又很快 老板饿了 嗯 就这样很快 他就能够吃到 这个 哎 这种塌一下 这个做法 就变了山东菜 一直传到北方 这有意思 就是咱们中华料理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厨艺 厨祭 是 是这个西方厨师 远远 比不上的 是 祭法之多 祭中还有祭 亦中还有亦 对不对 对 而且而且他这个字哦 写得很传神 你比如说踏 那这个踏子到底 这怎么去 对不对 这个在一般的馆子 对 一般的馆子都把踏写错了 他写成一个 我用脚踩那个竹子边的踏 嗯 那我们中国菜在命名 每一道菜 嗯 他不是跟历史有关 嗯 名人有关 就跟食材跟烹调 就这四个方向 对对 他不会忽然间冒出来 这个菜 叫风马牛不相干 对 不会 对 所以过他 我一看 这个最早看那个馆子里面写 你写的踏 他写成一个竹子 不对了 对对 他 我说我在查源头 原来他是土这边 是你好的东西 对 在回烧了 你煎过东西吗 回烧 他塌下去了 锅里面塌一下 再塌一下 那个味道要进去 其实这个菜就是 锅塌就是 北方菜的一个技法 所以 所以就是使东西更加入味的一个方式 是 对不对 这西方可能就叫reheat 对 重新热一下 是 但是我们今天中华料理里面重新热一下的方法 方法中还有方法 对 对不对 没错 你不是想吃杠子头 他可能 是 回去重新烙一下 他又又不一样的叫法了 对 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北方人里面面食里面用的最多了 嗯 我们在家里面我妈做葱油饼一定多做 你们做葱油饼怎么做 北方葱油饼 我们讲葱油饼很多人都是以为姜质菜吧 没有没有 葱油饼是全中国都有都做 其实我自己不喜欢吃的是 四川他们那种做法 葱在里面他没有经过胶 没有经过煎 那个葱还太深 对我们北方人做法就很简单了 葱油盐 葱油饼好 嗯 面啊 那 拌烫面 烫面就可以了 对 我们把它擀开 擀开这葱油盐下去 你要多几层就多卷几次 葱油盐 那个油还得猪油 呀 猪油当然好 其实大家不要听到猪油就怕 我不怕 我一定 我很爱啊 是呀 我怎么会 为什么要怕 我又不是吃一桶 我怕 这不是你没有猪油 味道不香 香酥 对不对 就出来了 嗯 北方人其实我妈做很简单 那我们做葱油饼 我妈一定多烙几张 把它摊开 对对 打开 然后呢 葱卷起来 然后压起来 卷成一个 剂子 卷起来 然后卷起 盘起来 卷起来再把它盘起来 我们压开 压开之后 你再卷两次的话 那个层次 你卷一次 它层次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喜欢厚实的 就吃这个 喜欢吃一层一层的 你多卷两次 听众朋友 刚月老师讲的这个技法 其实啊 就是西餐里面做千层粗的技法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面里面面团了 里面走了油 然后呢 再把这面团坦平 擀平 折 擀平 折 接下来 你用煎的 你用烤的 它出来啊 都是会有千层的效果 所以你说啊 不要都说 什么 什么 什么西方的千层酥多厉害 西方的这个 这个牛角面包 多厉害 咱们中国里面 葱油饼啊 老早就在做千层啦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说你老家 跟上海 江浙做法 葱油饼不一样的 哪里 它 我们做其实是 北方人 它是因为家常在用 所以它很简单 基本这个几个元素 就天天 我可能一个礼拜 吃三五回 所以说我们每次就赶 赶了就赶多 一定会多煎几个嘛 摆到 摆到 那这个太好用了 炒饼 灰饼 再切条 切丝这样来弄 切条 炒啊 切丝 灰啊 这个都可以 我家里有剩的卤汤 也可以 冲一爆 然后就 一灰 我爱 这比方人 就这样 就是配个脚饼粥 对对对 这比方人吃法 它是极尽利用 然后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在 那时候在吃面食的时候 家里面都还是 老妈妈才 都是手工做嘛 所以那没有什么 现在那什么 那天家物 都没有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油盐 油盐 所以你们用煎的 用煎 还是用煎 一定要用煎的 对 废室是在这里 煎跟炸跟烤 那完全是两回事 我还看有人用烙的啦 我们在北方人在讲烙 其实是跟那个锅子有关系 它那个锅子叫撑着 撑着 要很厚的铁 为什么要用很厚 到现在 大概将近两千年了 还是用这么厚的铁撑着做 为什么 撑着 它跟不锈钢不一样 它导热很慢 可是它温度可以保持很久 固定维持 对它不像不锈钢 不锈钢来去很快 所以现在不容易了 以前早年我们小时候看到一些退伍的老贝贝 他们来做葱油饼一样 一个是找个平底锅油煎 煎 油滋滋的香 你就看 就往里面走 油冒泡的 然后往饼里面走 第二个就是他们烙 一时半刻大概物资贫乏的年代 他们怎么弄 找一个汽油桶反过来 对不对 然后在里面自己在手工添了东西 添了水泥 添了什么 这也是一个方法了 把它加厚 就刚老师讲 其实不是水泥 是一种特殊的陶土 我知道 现在大概年轻师傅直接就定做不锈钢 来做这种 但以前特有味道 对不对 就是特有味道 对 而且我还记得 你刚刚讲 我随着你的话讲 你说你们家老夫人老太爷在做这饼的时候 面团揉了以后 要搓成一个像个蛇的样子的 然后再盘 他们好像在北方还有个说法 叫蚂对对对对 所以这哎呀好有味道 所以我说这研究师 咱们咱们要先把这些词记住 光记这些词你就觉得很有很有韵味 有没有 好了 所以北方这是饼饺子 还有呢 其实北方也有大菜 它并不是没有 我举一个简单的汤的例子好了 那我们在各位现在到一般的馆子里面 其实菜单拿起来那个汤 10家里面大概9家都一样 酸辣汤嘛 酸辣汤 酸菜肚片汤嘛 酸菜肚片汤 那个酸也不好 那个酸不自然 醋不对 这样子 那其实我这一次在做的时候 我就回复了一个 就说我说帮我做一个醋焦鱼 醋焦鱼 醋焦鱼 就醋就是我们一般吃醋的醋 醋焦是胡椒的焦 就醋焦鱼 我说为什么这么简单 这么好吃的一道汤 都没了 没了 就没人做了 整个台湾的北方馆 没人做 没人做 也没听过 我问这些师傅 师傅说 这个是40年前做了 从大陆到现在做 我到山东 我叫做的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小馆子而已 它就是一条鱼 你不管鲈鱼也好啦 鲈鱼很便宜啊 黄鱼都可以 稍微 少了没了 现在都养殖的 对我知道 养殖的 味道不对了 这个鱼嘛 你来腌一点入味 就很简单的 胡椒 盐酒 腌一点入味 然后煎一下 这个鱼很有意思 煎一下 表面一煎就好了 比较熟 他调的那个汤 就是用骨头汤 调的酸辣汤的味道 可是不勾芡 轻的 骨头汤 骨头大骨了 猪大骨了 这个可以 骨头鸡汤 你都可以 可以 都可以 这个不受限 但是你要把它稀释一下 不能太浓 否则你就强调 鱼的味道 鱼的鲜味了 那最主要 他调的味道 他就是酸辣汤 可是不勾芡 你有没有喝过 不勾芡的酸辣汤 大家都勾芡了 所以他里面还是要下胡椒 他就是醋椒 就是醋 三稀的醋 加上白胡椒 纯的白胡椒 就这样而已 所以他这个鱼就叫醋椒鱼 可是江泽菜 也有一个鱼汤 很像 可是熬到后来 他是用萝卜 然后寄鱼 萝卜是寄鱼 然后熬到乳白色 那个是熬的 那这个醋椒鱼 好处是什么 他们是烧的 喝酒 它是醒酒用的 解酒汤 最后 它是酸酸 有胡椒味 最后 这个汤上来了 就解酒用的 所以说 跟酸辣汤一样 可是它不勾芡 非常好喝 也很健康 又是鱼的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 我们继续跟老师聊 北方菜 来我们继续跟岳嘉青 岳老师聊北方菜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橘子文化 出了一本新书 岳老师跟郭师傅 他们和写的这本书 叫厨师剧场北方菜 我们就聊北方菜了 上个阶段就长到了 在台湾已经吃不到 喝不到的醋椒鱼 在老师的形容下 它等于是一个清的酸辣汤 而且它对于行酒解酒 特有效 这不是效果的问题 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就是他们北方人天气冷 可能常常喝酒聊天 那你喝了酒 当然就要解酒 他们就用这个汤 老师咱们继续聊 所以这个山东 醋椒是山东菜 这个醋椒鱼也就是 算个大菜 大汤 里面算好的汤 然后大汤 还有什么山东菜 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代表座 大概都是台湾人都知道的 酒转非常 酒转 其实这个菜在台湾 也都算蛮普遍的 很多馆子做 地不地道 可是我每一次 如果说叫这个菜到馆子 我一定看你穿不穿肠子 我先看你穿不穿 肠套肠 你套不套肠子 现在大陆的北方 也很多不套了 真的假的 懒了 他用大肠头一切 就懒了 那就不对了 那就没有 你就不要叫酒转了吧 对对对 那个年轮就不见了 你就叫零转了 你就大肠头就好了 对 所以说像这样子一个东西 我们常常在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讲 就说那为什么人家酒转会贵 是因为人家一个肠子套下来之后 只剩这么 一小段 就剩这么一截 我一盘 我要用三 到四个才能做一份 那你说那个价值 因为它很密实 很高 它为什么在家卖那么高 然后烧的工 跟前置做的工 非常费事 还得清干净那个费工啊 翻出来清啊 对对对 再翻回去套啊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啊 说看吃菜 你要看 他们常说那几根肠子怎么卖 我四五百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几根肠子 这就我说的 这个 咱们台湾呢 对于饮食文化 就是说付得起钱是一回事 你懂得品味品味 品味之道啊 品味之道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了 就是你台湾人愿意为食材啊 那种稀有的食材付出代价 不愿意为厨艺付代价 这可惜了 包括发菜也是一样 包括中餐更是如此 人家这个菜啊 可能为了一个 这个像老师讲 九转肥肠 它可能给搞两天到三天的准备功夫 你出来你就看 它不过就是个肥肠 你就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那你去吃摊子 也有个卤大肠头 那不一样 你要知道 那个肠套肠 还有它不是软烂 它也不是那种硬 硬韧韧的 它就介于这两手之间 那得要多少的火候功夫 还有入味 得花多少时间 对不对 可是你跟他讲 懂得懂的人有多少 可惜了 我觉得吃货很多 吃家很少 是 我们其实出这本书 最主要重点就在这 对 就在这 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不要萌萌种种的吃 对 因为大家 我们比较 讲菜话比较难过的一点 是看到现在市面上 大家都去 很会吃日式烤肉 很会吃韩式的 韩式的什么菜 好像东南亚菜 可是到我们自己的 自己中华民主的菜 中国菜 我们不懂 就是啊 这个很可惜 是不懂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点使命感 对不对 我们要传承 是 书里面我有翻一下 里面有提到炸 就是一般人叫炸 其实啊 北方的炸 炸啊 其实功夫可多了 我的理解 有分酥炸 轻炸 软炸 脆炸 等等啊 然后每一种方法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 有的是直接食材 直接下了油炸 有的要轻沾一点粉去炸 那同样是沾粉炸 又有分 老师你有提 书里面有提到几个炸的菜 对不对 来聊一下 炸的菜 在我们台湾其实很受欢迎 最简单 我们大家满接的炸鸡 那那不行 跟咱们不行 那我们这里面特别示范了 一道这个软炸 软炸 你看有软炸 对不对 软炸 那它跟你酥炸肥肠 其实是两码事 对 软炸 它一定有果面糊 但是它炸的就是非 那个火候就刚好 它不能是那种低 就炸脆的 炸焦的不是 它出来的颜色也很浅 但是它就是那个比较略为软绵 就外面浅浅的酥 对 里头的 对对对 四身确熟 对对不对 那个功夫 里脊肉是嫩的 对对对 好吃这个比的就是火候啊 这个师傅现在不愿意做啊 一不小心就变舒炸了 这样 那多快来丢进去 反正大油一炸嘛 那功夫啊 所以你里面有交代 大家怎么做 大概上我们就这个过师傅很好 就把那个步骤也讲了一下 大概是怎么样去做这个软炸 跟酥炸 这其实是两回事 那这个在市面上大概管子里面也少见了 这样子 其实不是只有炸炸鸡啊 炸四只脚两只脚的 这个中国中华料理北京菜里面呢 炸那个虾 那个软炸啊 你可以炸到那个虾啊 这么说吧 你现在花那个六千块去吃日本料理的高档天赋楼 咱们中华料理北京菜里面老早就有了 只是啊 咱们没人做 你也找对了师傅做 那个完全不输给那种高档天赋楼 就这么说呢 一尾这个鲜虾 就好像穿了一层景深衣一样 不是穿了一个大棉袄 那个外面那个花枝招在 那个吃的都是面粉扎嘴的 不对 软炸他就是比功夫比比沾粉的功力比那个油温啊 还有比时间炸出来的那个虾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你就像那个礼记一样外枝浅浅的酥里面是极嫩 那得多少功夫啊 是是是是把他们把杂都搞成像编了 大概都是这样 那边也是就穿在一个特有的嘛 但是你编的好不好 你编的是干中带鲜 这个其实都不一样了 其实我应该回到刚刚您说的这个就说弹牙了 可能嫩得要死了 入口即化啊 这个我听到我实在觉得难得啊 又又怎么难得了 主持人能够有这样子讲 因为我满街看的电视也好啊 这些都是弹牙了 跟入口即化 对不对 今天今天今天 包括电视记者也是 电视记者也是 明明你吃了个石头啊 他弹牙嘛 他要不入口即化 把你牙给弹掉了 您说 其实在这个弹牙跟入口即化里面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虾仁 你虾仁要弹牙 你虾仁真的虾仁不加药 你怎么给我弹牙 虾仁可以滑嫩 是有点弹性 但是他用药淹出来的 那个丢到地上会弹回来 那个你要吃到弹牙的侠仁 那就恐怖极了 对 是不是 第二个 在粤菜里面 我不敢讲全部 但是粤菜 百分之八九十 他的那个牛肉 他是用那个嫩筋 或木瓜筋 他把它腌制 腌制完那个豆腐啊 那个牛肉是入口即化 牛肉怎么会入口即化 再嫩也不会化 对不对 不可能入口即化 那个都是已经牛肉 我讲 我们北方没混了 没混了 那个肉没混了 对 那你吃什么 吃的棉了 对 所以还要有点嚼劲 该有的 而且要嚼了才有牛味 是 该有的味道 要有味道 并不是说什么 真的是刚刚您讲的 我 身得宁心了 偷笑说 这个真的是弹牙跟入口即化 这个东西 亏得您讲出来 不是 这东西真的是得要告诉大家 你得要 怎么讲的 你要会形容 不是 你要会形容 还得知道本位 你要示位 你才知道 怎么去讲这个味道 不是什么东西 那个麦克风一嘟过来 就是入口即化 要不然就是弹牙了 对不对 您讲到这个虾 我也想讲一个事 有一会儿 我坐一个计程车 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聊到某一家宴会馆子 他说他去吃宴会菜 他说人家上来这个大虾名下 他说还真糟糕 那个头都是黑色的 我心里就想 你要吃头不是黑色 那全部都打了药了 才不会变黑 对不对 我们从小爸妈做的这个 不管是名虾大虾什么 对不对 那个头 一预热都黑 一定黑 那比方说你没打药 你打了药保证万年不黑 药很厉害 对不对 而且打了药以后 那个虾就像玻璃一样脆了 对不对 嘎吱嘎吱 那个很可怕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不懂 然后你就整个价值观被误导了 真正虾头会黑的 那你放心吃 他不会黑的你才得要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没错 老师再讲几个北方菜 你觉得可惜了 非推荐不可的 其实我们也 我们前一阵 我儿子跟我 我们一起拍了一个书 你儿子也入行了 他等于像是助理的 他还不懂在学 我们有一天台中市出了 就新开了一小馆子 那我说 因为大概近20年 这种正常的小馆子 大概都不见了 中式小馆 中式小馆 那它是什么菜 不见了 它很好玩 它就写一个私房菜 那我们就看了这个私房菜 就是说你到底做什么菜 做什么菜 很压抑 做这一行的总是明暗度 我们进去吃 我儿子一看好高兴 它有个栗子烧鸡 栗子烧鸡 栗子烧鸡 在台湾 我几乎没有吃过栗子烧鸡 我说这是北方菜 我做个让大家知道 有栗子烧鸡这个菜 他说 我点个栗子烧鸡 来看看 一点栗子带比龙眼还小 可怜的 然后黑的 黑的 然后鸡烧的 连胃都没入味 我说这个在北方 它非常简单 是因为秋天了 栗子收了 栗子好吃 栗子是软酥 带点甜 跟鸡一烧 因为北方人死闲 这样子一中和之后 那一锅就是 很简单 带两张饼 就是一顿 还要带饼 带两张饼 你可以就北方人很少吃饭 有两个饼 然后吃一个栗子烧鸡 一个小米粥 那是他的一顿 大餐 就这样 北方人就那么简单 连青菜都不炒 这样子 所以那天 我要这一吃说 那个栗子烧鸡怎么会有这么大栗子 我们看到栗子不是都 都是比那个葡萄还要大吗 它怎么比那个桂圆还要小 都进口的地方不对 然后它也是干货 已经不知道放了多久 那个栗子全跑味了 一点栗子味都没有 栗子要香嘛 然后要有一个甜嘛 还有一个花绸棉嘛 它那个出不来啊 效果 是不是 所以说 我说有的地方产物 它还是真的要在那个地方 才能吃得到它 比较当天的 因为我今年 今年的元月 我到北京去了一趟 就是 那时候是一月 没有 就是那次是纯粹出去 交流 玩 玩 就朋友带到北京就吃了 那时候我们就医院嘛 栗子上市没多久 我们就叫他一个栗子烧肉 就季节到了 真好 又便宜 他们在做栗子烧肉里面会放点枣子啊 没有 没有 就只有纯粒 因为就是吃栗子 就是你 栗子就是 栗子其实 这不管唐乳孙啊 羔羊啊 梁丝丘啊 他们都是北方人 他们就是 都喜欢吃栗子啊 这样的 在他们谈到栗子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他们都是很兴奋 因为那时候很少 这样子 OK 是是 还有什么菜 以北方菜里面来讲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 就书里面有提到的一些菜啊 你还是拉出来聊一下 待会回来 来咱们跟继续跟这个厨师剧场 北方菜的这个撰文者 岳嘉清岳老师啊 谈菊子文化出版出的这本 厨师剧场北方菜 聊到北方菜 我想到了台湾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面馆里面一定都会有大卤面 但书里面提到了这个大卤面啊 第一个字命名都错了 第二个这个很多做法也失去了他原始的精神 老师咱们聊聊吧 好 其实这个在北京那边它是一个节庆很重要生日的时候压轴 压轴 压轴 是特殊场合吃的 它不像炸酱面 是庆祝的时候吃的 对 它是节庆 然后这个打卤就很慎重了 那我们台湾第一个写大卤面 这个跟大字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大没关系跟没关系你你你你又不是碗特别大又不是菜特别大吧没有吗没有大卤大卤啊对不对那卤字又写个山东字呢写一个卤不对不对这个卤打卤这个其实是北京北方的一个做法北方人他在打卤他可能打一个茄子卤打一个番茄卤所以打是打人的打打人的打是一个动 是一个动作现在我要准备一个酱料了对对所以我要打就跟我去我去打水一样这个字我要做一个做一个炸酱卤我做一个番茄西红柿卤对他就是做的替代词对其实就打字这个动作这样子那北京人是因为在生日的时候压轴要吃这个打卤他就很慎重他有他的规矩这样子但那个我们现在当然是不用是找那个规矩可是他是吃打卤的 打卤是比较慎重的像比如说我们北京人常常吃一个白菜肉片卤就是用大白菜跟肉片加一点黄花菜加一点那个红萝卜他他里面这个卤就是打卤面吃的是卤面是其次所以卤他不能太咸所以他要勾芡一定要勾芡勾一点勾一点芡他才能把那个面包住就像肉跟面的意思这样子那他打那个卤 里面最后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做最后这个卤做好之后肉片炒好一定要用高汤不能用开水了一定要用高汤啊所有的好味道都来自于汤嘛对对一定要用高汤骨头汤也好煮白肉汤也好而且里面要一点点肉味对对然后肉片下去啊一定要肉片那不要不能找瘦的了一定要带点肥的了 比较好吃对才会香对对对然后最后勾个芡勾勾个薄芡起来最后一定要冲上一勺新鲜的花椒油花椒油才重要它的香气就整个就出来了可是北方花椒花椒北方有花椒有花椒是我们中国的原产物不是只有四川菜用 哦北方菜用麻的蛮多在麻的方面哦哦哦哦打卤面我们在台湾没有一家用花椒油对就没有那个香气出不来哎像我讲一个私房的做法我妈妈在办那个饺子馅儿哎的时候我妈妈一定是我们是回一点花椒油 哦哦唯一点就是把那个花椒油把它爆香爆香之后把花椒全捞掉啊那个油降温之后自己练自己练花椒油自己练那个办的话那个花椒油都外面买的那个味道嗯用好多还没那个味道嗯出不来一点点花椒它的味道就很可疑你得用四川的花椒不好当然不好带那个对对对那个到了机场米格鲁咬你啊你跟着米格鲁跑啊我每次带东西米格鲁要咬你啊 来我就走啊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有两层塑料袋包他不行挡不住啊就味道太重了他就是太重了对对对两层上封的不行挡不住我我摆了柜子里啊是摆了一年他还是能味道对对啊离开一年他还是能味道是对所以打卤面是打是打人的打对对对打个卤卤那是卤东西的卤对所以重点在于哦那如果这个味道就在 那锅汤了对所有的汤要好对不对对你其实打卤面我们在家里可以做了你高兴你用 嗯番茄炒蛋吗稍微稀一点点 嗯番茄炒蛋那又有一个番茄西红柿卤啊也可以啊你用个茄子烧一烧 可不可以可以啊这个在北方不管是像你你你说我今天其实烧一烧是红烧然后然后起锅肉末啊对不对起锅鸡汤 都会经常跟他在稍微稀释一点点啊不能太干不然你拌不对来对然后然后然后加了高汤进去对对对点了火对对稍微让他最后就是融在一块融在一块最后勾点薄欠勾一点点薄欠最后起锅前淋一点花椒油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你面一煮就把他们交往里面一半人边吃茄子边吃面了这北方常常就是会去做这种东西在我们跟你说这个东西是生日的 打赛他们生日就是背的比较齐全就像呃北方北方北京人他们有讲就是说他们会用啊好多一点呢弄个鸡肉了弄个火腿啊就变三鲜了好有时候他们加一点虾仁了所以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基底就看你看你有多少的预算有多少材料然后自己可以就往里面加料增减吗哦增减吗但是你那个做法程序大概就是这样不便就打个路 但是什么路可以由你自在啊啊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时间已经到了听了这个岳老师这个聊北方菜啊其实当然多的不得了了你要说北方菜整个所有的这个几个省加起来他的菜啊大概好几千呢那可是老师啊就把这个台湾呢大概很多人误会的或说必须要懂得的一些啊放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他里面还有做法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大家可以看橘子文化出版的厨师剧场北方菜我们今天谢谢岳老师到我们现场来下次出了新书继续聊拜拜嗯谢谢